华语影坛巨星张国荣逝世19周年 为纪念张国荣 片商特别举办张国荣影展 影展选印烟织扣 英雄本色以及霸王别姬三部经典作品 张国荣在三部电影中的角色 深刻影迷心中 也影响无数影坛后辈 电影经过数位修复 重现张国荣与周润发 梅艳芳等巨星 标系的风采 奥斯卡金奖男星杰瑞德雷 继自杀突击队后 再次加入超级英雄世界 漫威英雄全新电影《摩比斯》 描述主人翁摩比斯 是个患有罕见血液疾病的 生物化学博士 为了找到治疗绝症的方法 他利用自己的身体 做DNA治疗实验 结果让他恢复 并获得强大的能力 但同时也带来 不可逆转的痛苦宿命 备受欢迎的电玩角色 英素小子再度推出新作 在电影《英素小子2》中 英素小子索尼克 面临全新挑战 大反派弹头博士 带着全新的搭档 纳克鲁斯卷土重来 并企图夺取能够毁灭 人类文明的翡翠 索尼克和跟班塔尔斯 携手合作 踏上冒险旅程 要在翡翠落入坏人手中之前 先找到他 中东电影《直考风暴》 关注妇女议题 故事发生在战后 重建的伊拉克 连续两年大考 失利的女孩罗珍 将再一次面临大考 若是再没考上大学 将被父亲安排结婚 她深受婚姻束缚的姐姐 不忍看妹妹走上她的后路 过着不自由的人生 决定瞒着丈夫筹钱 帮妹妹加入作弊深学班 大胆的决定 让她们卷入一场危机之中 装社综合报道